花蓮火车站前原本预计春节前上路的科技执法 因为巴马县划设靠近路站转轿 车主常为了礼仗行人导致车辆回度 很有可能因为塞车变成围停 而17号上午经过花蓮县警局邀及各相关单位会看后 要来决定整体动线的重新规划 并让民众在充分了解后才会开始执行 每逢六日或是国定假日 花蓮火车站前总是能看见大批返乡人潮及游客 为了防堵停车的交通乱象 花蓮县警察局原定在农历年前 就要启动第一车道的科技执法 但却遭民众反映行人穿越线的划设位置 可能会是车辆的违规陷阱 那有考量到说站前第一车道的行人穿越线的配置在算中间的地方 所以每每有许多旅客穿越行穿线的时候 容易造成第一车道的车流回堵 甚至在网状线上面 或者是回堵到其他的车道上面 所以本日会堪的用意是希望说能够把第一车道中段的行穿线 移设到往南端的地方 往南端的地方 然后用以增加储车空间 这是第一个我们的花蓮地区在地的民众所反映的事项 那第二个呢就是说 在廉价 尤其在廉价期间的时候 那常常会有大量的车流因为没有适当的临时停车的空间 所以会造成他们就是会有绕一大圈 从前站的地方绕国连一路 再停等红灯之后再绕进来的状况 那这个情形 民众有反映说是不是能开放第六车道 在廉价的期间能够让民众有一个回转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也经过我们路选单位 花蓮县政府的考量是说 目前的看法是担心因为开放程回转道 那容易造成说跟其他车道的车流造成交织 还有包含国连四路 国连一路等等的部分车流造成交织 容易发生危险 所以目前的考量可能暂不开放程 在廉价期间暂不开放程回转道的一个模式 17号上午经过花蓮县警察局 邀及各相关单位会看后 要来决定整体动线的重新规划 直到站前行车及路人动线完善 并充分宣导让民众知晓后 才会开始实施科技执法 记者许立琴花蓮市报导